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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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6日 明天就是期止結算 所以今天的市是會很悶 其實 踏入了這三個星期的市都很悶 其實市是為了要期止結算 你要認為 用三個月 對不起 不是三個月 是用三個星期 你要籌備這個11月的期止結算 是的 真的 因為第一件事我們看看 在11月第一個星期 我看到升上來了 很多人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說有疫苗 接著之後的疫苗 將會怎樣做 沒有呢 很對不起 直至今時今日來講 疫苗是否真的這麼有效 打過才知道 是否可以真正正幫到你 持續地 不要多 起碼六個月 你不要叫我每個月 要去打針 也都不知道 第三件事 疫苗這件事 我在這裏不多說了 只不過大家一定要對一件事 就是 對這個病疫 要多些認識 你就知道 不好的人才是過分地 噢 有疫苗了 噢 這個案例減少了 噢 案例又增加了 那來到這個做一件事 我只是說 這個例 這個病 不理你 是有疫苗沒有疫苗 打什麼打什麼都好 是會維持兩至三年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只要講 就說 憑著中國一路三百幾次的疫情來看 因為我們今時的人 對於疫的控制 是 不是不為餘力 是不予出力 因此 它會拖拖拉拉 嚴嚴門門 嚴死你 那跟著之後 那又怎樣呢 一時又說這個不行了 一時又不行了 那市便動來動去 當然了 我們還有特朗普的問題 直到到這個禮拜 特朗普就說 唉 好了 走了 這樣起這點 市場又在興奮之下 那起碼 現在你會看到 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點的 特朗普還未啪爛炸 他可以到最拉尾 還是發動一場60天的戰爭 打哪裏呢 他不夠膽打中國 亦都未必一定 在台灣搞事 不過 可能 是會跟伊朗打一打 如果跟伊朗打一打 那就很簡單了 會不會對市場帶來震盪呢 你認為 那些人會不會怎樣想呢 這個 耶倫 他只要作為做財長的話 市場很接受 然後再細心想一下 如果真正正正 好像我之前兩天的文章 或者在這裏所說的 耶倫他基本上 是不會放你這樣水的話 很多人以為耶倫會放水的 不過那些人忘記了 就是在耶倫這裏的任期之內 由巴南克、耶倫到巴威爾裏 這三個聯邦處理局長裏 只有耶倫任期內 他加過息 很多人就忘記了 忘記了那個時候 以為是耶倫 他是女人 以為他約雞 他做媽媽 這點我會覺得 可能會錯了 若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在外面的人 看這些東西 不太清楚 美國的大戶 知不知呢 我估計它是多手準備 因此 我們看得到的 就是市場不生不死 我們現在看看 旗子是怎樣 好了 旗子這個問題 我始終 一直這麼久以來 我都說 265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如果265跌穿了之後 不可能起兩三天出來 爬上265的話 這樣 旗子可能就會進行一個比較 漫長一點的 是調整 又不會調整很多 都不會死的 不會去到二萬點的 但是可能去到 二萬三 或者可能去到二萬五 問題就是在於 你那時候 你持的貨 有沒有受影響 日仙圖上面 很清楚 去到這裏 慢慢橫行 即是無力上 所以去到昨天 去到見到二萬七的時鐘 很多人很興奮 即到今天 又何興奮之後呢 所以 有一件事 就是第一件事 就是要形成了一個所謂的 主宰大局的因素 你才去想想 今天是講會多謝股票的 是因為很多讀者 或者觀眾 他們問股價 普通一般觀眾 問到股價 都是有一件事 就好像去見醫生 那樣 你不病 就不會去見醫生 所以有利斯人問的股價 通常很多時候 都是high了 那麼high了之後 我是否一定可以幫到你呢 我坦白說 未必一定 我只可以說就是 萬種行場歸於市 我現在只可以看 就從圖表來說 可能的走勢 因為 所有人都是 人心隔肚皮 何況股票呢 隔了萬千重 有人在這裏是做搭台 有人在這裏是做擦棚 我們根本很難去看 真是沒有什麼 第一件事 你要做 你要做個價給我 做個成交量給我 如果價和成交量 都是配合得到 向某一個方面發展的 那我就繼續估 我猜到接下來的一兩天 那三四天 是會怎樣走 有些朋友很想問 可以講兩年的價格預測嗎 可以告訴你 如果講兩年的價格預測 那些呢 講得準的 就是因為它很幸運 講不準的 就是因為它是必應 嗯 然後你猜到我要說的話 我只要一天哄一下你 雖然我以前都是對吉利 中石油 中芯國際 做一些很長期的預測 那 這些預測呢 都是基於一些 是基礎的因素 很多時候 你一定要看回大環境的配合 有時候 大環境不配合的話 就算基礎因素 你很好都沒有用的 就情日那句 英雄被困撒技彎 何日才可以到中環 因為大形勢 就是那條封了路 那便沒有得去 所以這一點 要留意了 就算如果你不是英雄 你只不過是小強 不過你在那裡扔石頭 很簡單 警車就可以送到你中環 那這一點呢 我們又要看看 強者未必一定是可以 真真正正有好的表現 或者股價上 和弱者也未必一定股價 不要有表現 最重要就是 不是貴人扶持 而是有沒有人 奸人去炒起它 因為強者炒起是必然 弱者被炒起一定是奸人的 好了 我們首先看看中國通訊 中通訊服務552 周線圖上面 真正不好看 看到這樣 現在你要看到 我會問它去哪裡呢 我會覺得它可能會下去 這個是4.3那邊 或者意思是應該去4元那邊 所以在這點就很簡單 在4元那邊 現在暫時短期 就可以去4.3 現在應該要出了它 如果現在出了它 就不用止蝕了 好了 再其次 就是 就是 騰訊 騰訊目前 它還在現水平整固 它可以再升跌 或者之後 然後再回整 我整體覺得它是會回調 因此 在這點裡面 應該看到 它現在 如果有貨的 我會認為 是可以現在水平獲利 當然 當然如果它再跌穿551的話 就更加不用想 不是只蝕551 而是說 如果現價獲利 581的話 何來要在551只蝕呢 好了 再其次 是長實 長實的時之中 目前的價格 它是升了上來這裡 我覺得它開始 會是需要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不一定它是代表它升完的 只不過是需要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的時之中 現在 如果不想 又是怕期之結算 現在就是先平倉 平倉之後 就等到它是41元左右 那時候有沒有支持 然後再想著買回來 這個就是這樣 華晨汽車 華晨汽車是一個很困難的股票 如果你看到周線圖來說 它其實根本已經作了一個很長期的調整 那為什麼這麼長期調整呢 那最近為什麼會有那些消息出來呢 其實很簡單 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在這點裡面 如果這些是基礎因素 你解決不了的 就真的有問題 好了 在這點裡面 我覺得它還是會下跌到6.5元那裡 因此 如果有貨的 是否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先走了它呢 在這點裡面 它現在跌穿了 不如在通途的中途 日線圖上面 然後就可以有機會下跌下來 這裏的低位 這裏就是6.5元 而6.5元 是以前 數次的是底支撤位 中國生物製藥 中國生物製藥 如果來到這裏 我們會看看 它始終還是一個 是下跌的趨勢 日線圖上面 更加看到了 萬里長空 去到這裏 我覺得 現在去到7.6元的話 我再看它 還是會下跌一點點 可能去到大約7元的 雖然最近的低位是7.5元 中國宏橋 來到現在這裏 這個禮拜 突然之間是很神湧 原因是有消息炒起 在這點裡面來說 它現在去到 大小是6.57元 就是你看到整體 它去到這裏之後 它已經下跌了 既然是下跌的話 會看到 它會不會穿 這個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若然會穿的話 很簡單 就可能會到6元 以至去到5元 暫時我只看它 如果它升勢這麼凌厲 暫時看它去到6元 又會先支持 這個6元 就是它近日這個位置 在這裏 在這裏 順帶生物 也都看到 似乎在周算圖上做的雙頂 然後試著這裏的支持 若然它下破了的話 很簡單 這裏 下跌到這裏 即是來到這裏 即是它不僅是會低過 是41元的目標位 是會更加低一點的 不過暫時不要嚇大家 因為都不知道是否這樣 所以在這裏 如果有課 我想一下 是否需要先離開 在這裏 大家看到它來到這裏 去到保利加通道的底支持 是會有些反覆的 這裏反覆是沒有問題的 你一日未升穿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即是5元的話 只可以說 就會再下來了 或者升穿上軸 這裏要是60元的 還有就是經通訊 經通訊也是在調整的階段 上來之後正在調整 整個調整 下到這裏 再繼續延續下去 去到這裏 稍為有些回升的條件 的跡象 只是我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會升 有課的 我都覺得 在現在可以先離開 因為你升的話 都是在這裏動來動去的 如果不好仰的話 就會下回來 是2元這邊的了 如果整體 因為看到周線圖上面 都還是屬於下降階段的話 所以暫時不要跟它在這裏搏 在這裏 希望大家在今天 說得是比較多的股票 所以其他很多都不會有太多的事去說 只不過希望大家看著 今天的期指結算 不是今天的期指結算 今天的期指和明天的期指結算 265是怎樣